大家好 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今節我們會跟大家說 全人得救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的內容就是來自於 比德前後書 我們一起看 在比德前書二章四到十節 這裡講到聖徒的身份 唯有你們是被簡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個照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們從前算不得是子民 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 從前未曾蒙了年述 現在卻蒙了年述 在出埃及記十九章五到六節 這裡是這樣說的 如今你們若果實在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約 就要在萬民當中做屬我的子民 全地都是我的 你們要歸我做祭司的國度 為聖結的國民 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聽 神在舊約的時代 揀選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 也都在新約的時代 揀選了教會作為他的子民 這個並不是說 教會取代了以色列人 而是神對以色列人的應許 仍然有效 因為神的應許永不落空 這個其實就是整個教會的全體 包括有頭和有身體 如果頭在以忽所說裡面說 就是一神 就是眾人的父 蕭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 也都住在眾人之內 這個教會就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在聖結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而教會的根基是什麼呢 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是以先知和使徒作為基礎 是有基督耶穌作為這個防角石的 好了 那整間屋的結構是怎樣呢 其實這個也是全人得救的一個過程來的 我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看到由下面的信 中間的望 上面的愛 首先我們看到在使徒行轉二章 十二八節 首先我們會看到第一級 就是要悔改的 第二就是要受洗 第三就是要領受聖靈的 當我們踏入了這個門的時候 我們有了這個信心 我們就踏入了這個盼望的階段 當我們來到盼望的階段 在彼得後書一章五至七節 這裡又講到 德行加上知識加上節制 加上忍耐加上賢敬 加上愛弟兄的心 當我們一級一級去踏上去的時候 去到最頂 我們就會懂得去學一下 怎樣去愛別人 有一個愛眾人的心 在那裡我們會看到神的榮耀 但是也有不少的人 在這個盼望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離開 這個時候 他就會面臨這個審判 是給了後書二章 就有講到關於錯誤的教導 我們回到中間的一個階梯 是可以的 好了 這裡講到 在我們的信心 作為根基之上 是有德行的 德行呢 就是代表著生命 言行的改變 再上 是加上知識 這個知識 就是來自明白聖經的 所以這一部分 起碼你要研讀聖經 然後去了解神的 再上一級 就是要有節制了 節制就是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去控制自己 約束自己的 再上一級 就是有忍耐了 包括要去容忍別人 以及容忍環境 再上一級 就是田徑 要養成一個敬畏神的品格 而這個敬畏神的品格 其實就是剛才講到那個很艱難的環境裡邊 你都能夠容忍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養成到屬於神 敬畏神的品格 而再去進一步 除了有自己對神的敬畏之外 也都有對別人的敬愛 首先就是弟兄之間的愛 就是向弟兄的溫暖是不冷落的 而去到最終 我們是要有一個愛眾人的心的 而這個愛眾人的心 就是無私的愛 是對眾人 也都包括了你的受敵 什麼是你的受敵 就是你不喜歡的人 好了 在《彼得前書》一章八字裡講 你們約充足足足的 有這幾樣東西 好了 在《彼得前書》一章八字裡 就是會對主有一個新的認識 你如果是充充足足的 有這幾樣東西 就必使你們 在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上 不至於 閒冷不結果子 而相對的是什麼呢 人如果沒有這幾樣東西 就是眼瞎了 只是看到近夜 而忘記了他去日的罪 已經得到結症了 所以 在這幾樣信心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賢敬 愛弟兄的心 愛眾人的心 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 全人不救過程之中 非常之重要的一環來的 好了 那我們今節就講到這裡 祝福大家